什麼是長方玩學習人呢? 我好玩! 我媽媽! 我好玩! 老師跟我們一起玩! Yeah! 一隻眼袋,一隻眼袋 一隻眼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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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喜歡什麼活動呢? 很多活動,想不想 疫情前,學生差不多遊覽了港九新界不同的地方 四處遊歷 令學生可以認識社會,融入社會 疫情發生之後,雖然不可以外出活動 但學校一樣有很多東西玩的 介紹一下其中精彩的活動吧! 學校一個月會有一至兩次的全日外出活動 學習主題包括攝影、學科專題研究、參觀STEM等 疫情前,同學最期待星期五的全方日學習日 因為學生可以走入社區 我們試過坐船去長洲 去香港動植物公園、九龍公園、星光大道、赤柱等 我們遊歷香港不同的著名景點 學生都很開心可以實地考察 可以根據課堂所學習的議題進行專題研究 過程中不單可以擴闊學生的視野 還可以讓學生實踐學科所學習的知識和技能 在相片說故事的活動,同學可以用iPad拍攝和創作他們的小故事 學生不單可以運用不同的學習工具 還可以在拍攝方面發揮想像力和創作力 他們還會學會使用不同的相片應用程式編輯相片 幫助他們表達相片中的故事 提升學生的創意和表達組織能力 看看學生多投入拍攝和討論活動 可以用擴增實景AR的形式呈現動物 同學仔都很開心 本校STEM學習除了強調學生之間的協作能力 還可以培養他們解決問題的能力 在常識、通識、數學、試偽、跨科合作下 根據學生的能力和發展配合活動主題 調適各學家的學習目標 希望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和發揮潛能 在紮染樂繽紛活動中 同學可以做實驗 測試不同物料的滲透能力 同學還可以親手將衣服進行紮染 過程真是很有趣和很有滿足感 大家一齊看看他們的作品 是不是很漂亮呢? 你這次活動學到什麼? 我學到上網找虛擬實景的圖片 還有可以和會動的動物拍照 我覺得很真實、很有趣 在講故事的期間 我學到講故事的技巧 之前我講故事年 但是透過全方位學習日 我可以有豐富的想像力 還有一些說話的技巧 我覺得很開心 這個是什麼? 擇染 是不是你自己做的? 是 那你這次活動學到什麼呢? 可以去加密 去高雄那裏可以自可擇染 那你這次活動開不開心? 開心 因為可以擇染的時候 可以交換其他人 怎樣可以用一張顏色來擇染 然後還可以人家介紹 怎樣用自己的方法來擇染布 還有可以去其他學校參觀他們的學校 高雄那裏長子堂學校 全方向學習日 好開心 好開心 那個他天殿 拜託